嗨 大家好 我是Henry 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会谈到 道圣和吴先生的这本书 《火法》的第一章 《让梦想成真的》的第三跟第四节 我们会谈到 你具有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吗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会谈到 人要成功 真的需要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吗 那在这里会谈到 成功啊 这个道路上 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强烈的想象力 作为这个基础 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合逻辑的 根本都是精神论而已 各位 在这里呢 我们会有谈到 人如果不断的重复的反复的思考着 想着你要的有个强烈的愿望 你即将可以看得到方法 总之 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重复的思考 重复的想象 我们就会在脑海里面推行着这个模拟式的实验 也让我们的心中推演着种种迈向成功的过程 就好像一位棋手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 不能说 不能不能不能我再回来 不行啊 所以每一步非常重要 他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在脑海里面重复的思考 然后推演着这个达到目的 达到目标的这个过程 凡是不达目的的这个起步呢 都会在起步里面消失 所以说呢 这些切而不舍 重复的思考可以让我们看得到 也把梦想跟现实 逐步逐步的接近了 那也就是呢 逐步的清晰看到整个过程 所以是呢 当你重复的思考 在脑海里面重复的反复 有着模拟式的实验 你就会采取行动 行动一点多了 成功的激励就会高 接近现实就需要色彩鲜明的景象 就好像体育训练 必须要进行异象的训练 那异象大限度的浓缩 就能靠近 就能看得见现实的捷径 相反的在不能清晰看见完成形态之前 如果没有强烈的愿望 不认真 不努力 不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创造性质的工作 或者是成功的人生 其实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比如新开发的产品 不仅仅只是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或者是性能等 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后的 看得见的水准的产品 即使你符合到了市场的需求 也不算是一个好产品 这种普通水准的产品 市场大多数也不大会认同 其中一个例子 一位和道圣和服先生 同时在大学毕业的研究员 他和部下一起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来研发研究一个新产品 终于做好了 他们很开心 那给道圣和服先生看 道圣和服先生一看到 嗯不行 要退货重新再做过 然后这位研究员呢 就很惊讶 开始有点带来愤怒 哎不对啊 我做的这个产品很符合市场的要求 那道圣和服先生他就回答 不是 我想象中的水准比这个还要高 首先一看你的这个颜色都不鲜艳 然后这位研究员就开始怒气怒火 开始也来了 他说你也是技术人员 就不要说那么感性的话 什么颜色不鲜艳 这个是工业产品啊 那么如果你不以更科学的方式 更专业的方式 这样来评价的话呢 你也太糟糕了 那么道圣和服也讲 不管感性与否 反正我心里看见的 不是这样不显量的陶瓷 所以道圣和服先生 接下来就命令他回去再做过 那时候道圣和服先生呢 也非常的清楚 十分的清楚 这位研究员心里的那个苦头 以及呢 那个愤怒的那个怒气 被退回的感觉 那道圣和服先生说 反正 这个也不是我心里想象中的 那样的水准 不显量的陶瓷 但是经过多次的烧烤 终于这位研究员 也做出了道圣和服先生 心里想象中的产品 最后成功了 当时道圣和服先生都会要求他们 做崭新的产品 意思说连一点瑕疵都没有的完美产品 崭新的这个词在道圣和服小时候 他的父母亲经常都会用 也就是说当理想的产品摆在眼前时 人们就连摸一摸都会感到忧意识的 充满着憧憬和敬畏的 那这个时候 他的父母亲就会用崭新的来形容 但这个词经常都会在道圣和服先生 都会脱口而出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出 尽善尽美的产品 对于一个创造为目标的人来说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一种的义务 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 接下来第四章 考虑周全的话就一定能实现 当然这不仅仅只是在工作 人生中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 我们应该以一状态为目标 作为实现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 经过深刻思考 直至清晰看见 换句话说 必须要有持续不断的强烈的愿望 设定一个更高的合格线 接下来采取行动是大量的行动 知道了梦想 很现实 越来越接近 知道了完全吻合 只有这样才可以取得 令人满意的成果 有趣的是 在事情可以清晰看见的 最终都会以崭新的来实现梦想 相反的 如果模糊看不见的 最后也是以不崭新的结果 来告终 在KDDI公司 道成和布先生提出 手机时代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都开始摇头不相信 他就是说 在何时何地 任何人都会有用着手机来通信 从小孩到老人 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都会搭配到的一个号码 来跟大家来联系 这接下来都会遭到大家对他的嘲笑 他说不可能 大家都笑着道生和布先生 但是这个是道生和布先生看见的 对于手机隐藏着无限的可能 手机的大小的价格 道生和布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金池公司 对于半导体的零部件等业务 那道生和布先生也对于半导体的科技 革新的这个速度都了如之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道生和布先生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场景 所有的景象都在他的脑海里 那对于通话的这个费用 价格的多少 那些所有的清清楚楚的事情 当时候的干部的这些部长 都已经写在记事本上 那在手机实际的开始时 再看看那个记事本上 毫无分叉 不单单只是在手机 在通话的费用 在投资的回报率 经过精密的计算后 而且这个是在计算之前 道生和布先生以及对这些 所有的数字都已经很清晰的景象 而当时候负责的事业部长 再对对一下这个数字 吓到简直是神了 道生和布先生说 因为他已经看见了 不知道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想象到 曾经或者是有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那么样的信心 因为你完全都已经掌握在你手里 你非常有这个把握 所以你看到一定可以做到 而看不到的就做不成 所以一旦你确定你要的 剩下来就是坚持不断的想要 坚持有强烈的愿望 知道你看到为止 因为愿望本身就是潜藏着 使愿望实现变成真的这个证据 所以人只要你看到就可以做到 那么在这里我们尝试 闭闭着眼睛闭上眼睛 想象着可以描绘 可以描述到成功景象的人 成功的几率是非常的高 接下来我们会谈谈成功的两大因素 那就是整理计划以及前期准备 那在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周围一定会有一些破人水的 嘲笑我们的这些人 只要我们的心里有这个 我做得到 以及你可以清晰看见你的景象 你就应该大胆的去尝试 那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它进入一个超大的乐观论 但是无所谓展开你的自拔 勇于尝试 以及聚集你身边一些积极的 超级乐观派人士 以前道圣护福先生经常会有一些的想法 一些的点子想要尝试一些的突破 但是通常在这个时候 给一些高材生破人水 就会以非常逻辑的方式 逻辑的道理来回应 道圣护福先生觉得不对劲 再好的点子 再好的突破的想法 天天给你们这样破人水 迟早可以做的事情都变成不能做 于是道圣护福先生接下来就想到 如果我有一些新想法突破 跟这些思维比较悲观的人分享 不如跟一些比较马大哈蛋 又赞同我 认同我的想法 不如大胆的来尝试一下 他说应该跟这些乐观派的人士来谈谈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勇气去尝试 新事物有一个新的突破 但是在设想向具体计划转移时 必须要谨慎处理 必须要算一下所有有机会 有风险的地方要去衡量这一切 但是乐观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 当计划转移到了落实阶段时 必须要坚持信念 勇于尝试 换句话说 乐观的设想 悲观的计划 愉快的执行 这也就是要实现梦想的 阶段必须要有的这个过程 关于这一点 道圣和夫先生就想起 冒险家大肠满郎的一席话 可以作为参考 大肠满郎是一位世界的冒险家 独自一个人 徒步横祸北极以及南极的人 一位金池公司曾经赞助过这个人 那大肠满郎他也亲自 也向道圣和夫致谢 在见面的时候 道圣和夫先生也大赞 大肠满郎先生 哇你太棒了 你太勇气了 是一位探险家 在这个时候 大肠满郎 他也尴尬的 他也静静下来 他跟道圣和夫先生说 其实我很胆小 胆怯 就是因为我胆小 所以我才非常谨慎的走我每一步路 恐怕这个也就是我成功的原因 他说如果一个人意味着大胆 什么事情都很大胆的去尝试 这可能会导致死亡 那听到这里 道圣和夫先生感看不已 他想到万事都是事在人为 大肠满郎先生紧紧的掌握了人生的真理 那这位探险家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如果没有胆小 没有谨慎 小心作为后盾 所谓的大胆勇敢 也只不过是满勇而已 那说到这里 我们做人做事 凡事也是要小心啊 像古人说 小心使得万年传 我们要大胆的尝试 小心的处理 小心的计划 这也就是成功者的秘诀 那好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个段落了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呢 不要记得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呢 会讲到下一节了 再见了 拜拜